轮状病毒跟弱乳病毒都是感染我们的肠胃道 引起类似的症状所以很难区分的 唯一的区分办法是看感染者的年纪 如果感染者有相当于部分是成年人 或是大小以上的话呢就是弱乳病毒 如果感染者集中在五岁以下呢那就是轮状病毒 轮状病毒是喜欢天气冷的一个病毒 然后它在物品的表面可以存活好几天 所以在春节的时候因为会到新的环境 会碰到新的人甚至会出国 所以呢接触到病毒的机会就会增加 而且我们的邻近国家呢有新的型别都已经出来了 包括G8跟G12型 那这些新的型别呢会使得即使成年人都容易感染 所以这些因素整个加起来会使得在春节的时候 病例通常会增加 预防弩状病毒要做非常严格的个人卫生管理 手要洗得非常干净 你的桌面啊你的物品都要常常擦拭 再来呢八个月以下小孩子最好就是 是口服人状病毒疫苗 这个疫苗对G8跟G12也都有六成的效果 可以保护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